亲爱的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杜哥去旅行,我现在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,我在前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瑞丽口岸,过去口岸就是缅甸联邦共和国,我在这里给大家转一下,这里就是中国和缅甸的边境,瑞丽口岸也是中缅边境口岸中人员车辆,货物流量最大的口岸,这口岸正对面就是瑞丽市国美大道,双向六车道。 我发现这瑞丽口岸对面很多家商铺全都锁门,从这里走过去就是瑞丽口岸大门,过去大门就是缅甸的缅北木解县,缅甸木解县和中国瑞丽市交界。 我带大家到前面去逛一下,了解一下瑞丽口岸,这口岸每口全都是缅甸人,这些美女全都是缅甸人。 瑞丽口岸今天没有开门,所以出不了国了,今天过不去了,这全都是缅甸人,看一看,全都是缅甸的美女。 等到瑞丽口岸开门的时候,拿着护照,办好签证,就可以直接出国了。 这前方全都是缅甸的小美女,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,主要是今天没有开门,要是开门我今天准备要出国了,要去缅甸,看能不能找个缅甸的老婆。 我在口岸每口,再给大家环视一周,看看瑞丽口岸,这周围的环境。 这全都是缅甸人。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瑞丽口岸,从这里过去就是缅甸联邦共和国,这对面就是缅甸的缅北木解县,从口岸出去离缅甸木解县城,只有五百米。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瑞丽口岸,因为缅甸缅北正在打仗,所以今天关口,今天没有开门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门,耽误得我也出不着国了。 要是今天开门,我就准备去缅甸,看能不能找个缅甸老婆带到中国来。 听说缅甸的女人都喜欢嫁到中国来,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 这口岸对面就是云南省瑞丽市,我现在准备要回去了,带大家到瑞丽市去逛一下,主要是今天没有开门,所以出不了国了,没有办法,因为缅甸正在打仗,所以关口。 这口岸对面就是瑞丽市,欧洲商城。 我现在从瑞丽口岸眉口走过来了,我再给大家看看瑞丽口岸整个的造型,我就准备要回去了。 我发现这口岸眉口,很多缅甸的小美女,身高只有一米四左右,没想到她们都长这么矮,感觉比我们中国女人矮了好多。 这就是瑞丽市国门大道,我现在准备要回去了,带大家逛一下瑞丽口岸附近,从这里直走可以到达瑞丽市区。 我发现这条国门大道两边的商铺全都锁门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包括这公交站牌,公交车也停了。 这对面很多家商铺全都锁门,都是卖翡翠,卖玉丝的。 这么多商铺全都锁门,带大家看一看,这就是云南省瑞丽口岸。 我带大家继续往前走,我发现前方这银行也锁门了,也关闭了,看一看,这是一家建设银行,也关闭了,也没有营业。 我再给大家环视一周,这就是云南省瑞丽市国门大道,双向六车道。 这前方就是云南省瑞丽口岸。 我带大家继续往前走,继续逛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,这就是瑞丽市国门大道。 这家移动营业厅也关闭了,也没有营业。 我发现这条国门大道两边的商铺全都关闭,没有一家营业的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 对面这家山河商贸城也关闭了,也没有营业。 所有的商铺全都关闭,这家酒店也关闭了,也没有营业。 肯定是因为缅北正在打仗,所以这么多家商铺全都关闭。 前方这么多商铺全都锁门,没有一家营业的,看一看,这就是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瑞丽口岸。 主要是今天国门没有开,出不了国了,下次有机会带大家再出国。 对面这么多家商铺全都锁门,没有一家营业的。 这是一家中国农业银行,也锁门了,也没有营业,我再给大家转一下。 这整条路两边,所有的商铺全都锁门,这就是瑞丽市国门大道。 这么多家商铺全都锁门,这广告牌子上还夹着缅甸鱼。 这前方一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,也锁门了,看一看,所有的商铺全都锁门。 这就是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瑞丽口岸附近的商铺,全都锁门。 这邮政储蓄银行的取管机,也暂停服务了。 过来口岸200米,这前方是一条美食街,听说这全都是缅甸人。 这国门的公交车也暂停了,我刚才问了一下这附近的保安,说这里没有公交车了,只能坐出租车过来。 这里有一家中国银行,也锁门了,也没有营业。 中国银行隔壁是一家中国电信,也锁门。 我带大家继续往前走,继续逛云南省瑞丽市,刚从瑞丽口岸走了差不多有一公里了,发现这两边的商铺全都锁门。 这对面有一家宾馆,也锁门了。 瑞丽市位于云南省西部,是歹竹文化的发祥地,也是中国西南边境开放历史最早,开放基础最好,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。 瑞丽市总面积有945平方千米,下辖一个街道五个乡镇。 前方直走就是公安检查站,过去检查站就是瑞丽市区。 这家药店也锁门了,也没有营业。 这家阿里巴巴也锁门了,这里是国门大道,48号。 这前方就是公安检查站,我带大家从这里走过去,从这里走过去就要出瑞丽口岸了,过去检查站就是瑞丽市解告大桥。 这就是瑞丽市解告大桥,这大桥上面就是瑞丽市解告路,解告路和国门大道是一条路。 解告大桥是一座公路桥梁,全长470米,宽11米。 是云南公路上最长的桥,也是西南边境上最长的桥,它被誉为天涯海角第一桥。 我在解告大桥上面,给大家转一下,看看这周围的环境,这就是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。 解告大桥是云南省瑞丽市通往瑞丽口岸的重要桥梁。 过来解告大桥,这前方很多家商铺也都锁门,没有一家营业的。 现在太阳快落山了,我的对面是瑞丽国际珠宝文化园。 我这前方到了瑞丽口岸连检中心,就是检查车辆的。 这就是瑞丽口岸连检中心,主要是检查瑞丽出入镜人员,交通工具和行李物品的检查。 过来检查站,这前方有很多共享电动车,准备骑辆电动车回瑞丽市里。 我一骑电动车,路上的视频就拍不了了。 这前方就是云南省瑞丽市区,早在新石器时代,瑞丽市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,在瑞丽江河谷形成了根轮,根南两个部落,古属萌毛带竹土木领地。 我现在到了瑞丽市,瑞丽大道,刚把电动车挺好,现在天已经快黑了,我最后再给大家转一下,这个视频就结束了。 有喜欢看我视频的,可以为我长按点赞,加个关注,我们下个视频见,拜拜。